今天真是接得可以啊 这么多板几啊 又是大丰收的一年啊 这个板几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拨壳的去 为了方便的拨壳呢 我们要给它砍上一个小口口 水开以后呢 我们先把板几下锅 给它煮个一到两分钟 煮好以后 我们给它捞出来 放入这个冷水里面 煮过以后你看看 这就跟剥板几一样 连这个仰啊 皮一下就剥干净了 是不是 这个鸡肉呢 一直我担心不够吃 所以呢 我今天只打算给它剁个半只 全部给它剁成这种大筷子 不要剁的特别小啊 小筋剁好以后 给它冷水下锅 来一小勺尿酒 给它去除腥味 像这样煮开以后 给它捞出来 记得用热水 把表面的浮沫 给它清洗干净 油 满盐以后放菜籽锅 放油以后 先把老姜下锅 这个慢慢的煸香 老姜香味一出来 我们再把小筋倒进去 这个时候咱们开大火 先把小筋的水气给它煸干 水气变干了 这个表皮变香了 咱们炖出来这个鸡啊 吃起来也才会香 看没有 像这样金黄散散 闪闪发光的时候 我们准备一小勺米酒啊 往这个锅边 杆 这个腥味一下就没有了 这个香气就来了啊 再来上两小勺白盐 提前给它入个底味 翻炒几下 炒匀 炒入肥以后 我们加开水 建议加水呢 我们一次性加过 钟头不要再加水 这样的条件好的 可以盖个盖子 先给这个鸡肉炖烂 你看半个小时以后 这个鸡汤又浓又金房 我们再把板腻给它下锅 继续用中小火给板腻炖个8分钟左右就OK了 板腻炖好以后 我们是不需要放任何乱七八的 炒味料和辣椒的 我们只需要来上一点白胡椒菲 这样我们蹲出来这个板腻炖鸡啊 大人小人都可以吃 给这个胡椒菲一翻拌均匀 对 一点露悠悠的鸡段就像 我感觉这个汤啊和这个板腻要比这个鸡要好吃 简单的切成哪一颗 相当大碗 这么简单的板腻炖鸡 你要试试个海 有不分 那我就带你来我家炒板腻 就这样不肯定了 好 我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